请收看七侠舞异 一河交情的天高 天路骄亚只为底消 尽风留意天降 一举击一切可放 终观一路半天降 红颜神百合 却清却富老 本尽雄何世难了 小人生火焰烟焰烟焰空鸭还是梦 千斤焰三斤梦醒还是梦 将尽焦罪我红阵旧能及尸锈 红颜神百合 尽焰烟焰烟焰烟焰空鸭还是梦 千斤焰三斤梦醒还是梦 将尽焦罪我红阵旧能及尸锈 千斤焰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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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焰 这个是你们先答应的 我看这样的 婚礼就跟我的寿臣一起做了 也好聊我一桩心事 老夫人慢走 一名也认了 唐也要败了 杜仲恒就是再不高兴 你就莫可奈何了 是 也好 不行 行 我们不能这么做 怎么了 你不愿意 这么做 不是强迫你爹接纳我吗 行 咱们商量过 得等我 难道先成了亲 你就不愿意去求许功名了 当然不是 那又有何不可 行 我能不能不愿意去 是 我 邱 细消了 再说 我也没听过哪个父母会和自己的儿女结一辈子的仇 不 如今竟然有的商量 我们回去见他求他 万一商量不成 万一这一年半载中间有什么情况发生 只要你我坚持 少君 少君 这一路的坡子 我怕 我担心 你懂不懂啊 我并不是怕我们两个人不能坚持 我只是担心 我怕我失去你 或者是你失去我 少君 我真的会受不了 我受不了 是我不好 你别哭 你别哭 可是这些我都不在乎 我偷的是什么 我只希望你能够答应我 答应我 先把名分定下 好不好 我不好 你知hon 你知懂 你叫我如何说步吗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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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大人 不好了 坐过两人唐少君旁边 红帖子都送来了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无敌郊外 送入洞房 小君 客人还没办 等不及了 不是 幸运一个人 我想去看看他 往后的日子还长得很 害怕看不够 我 好了 先陪我去招呼客人 待会儿送你进洞房 好 走 你怎么不说话 我知道 你一定是在担心爹 是不是 你别担心 等我们回了开夫 我们再跟爹紧醉就是了 来 去看 好好 карт 你想干什么 拿着 喝 喝 喝 死都不会跟你喝加杯酒的 大总 谁都不许进去 你们怎么会在这儿 来人哪 来人哪 欣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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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прод 恆宇 啊 啊 搁 了 还 谁啊 阿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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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阿温 阿温 阿温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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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太无法无天了 阿温 阿温 阿温你醒了 哥 你别死了阿温 阿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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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老太婆 后头有个包针 你我如果 不将前因后果想清楚怎么说 就算我掉了这顶乌鲨帽 也不见得动得了它 要真是如此 大文死难觅目 那我们要怎么说 才能砍掉那老太婆的脑袋 义母 是我们害了你吗 千万别这么说 我已经一大把年纪了 再活也不过就是几年的光景 害我总比害了你们好 老夫人 哎 该改口了吧 娘 你放心 我爹他一定有办法的 我回去求我爹帮忙 你们还得回你爹那儿去赴京请罪呢 好在已经败过了他 总算是陈旧了一段良缘 其他的就交给宰赵吧 到底是一条人命 该怎么掉就怎么掉 不 您是为了救我 才会失手勿杀 怎么说 我也要为你讨外公道 事情发生在合肥县 就该由你合肥县里来死 杀人则是由何为难之处啊 高大人任之刑部 当之情有不同 虽是杀人 并被唯一死罪 即可未经大审 即巨下断眼 命而发生情有 我方受害这人罪为清楚 战争 你我虽同为四平 但你为武家 何乃无关 断眼之刑 似乎还轮不到你插手 此乃合肥县阳 又只能由高大人越权干涉 二位大人 下官为难的事 是在于如今去两岸同审的 这是金城投来的状址 唐绍军举杜新宇联名状告高大 荒荡 分明是一派胡言 无论真相如何 巨头状址 下官理应受了 不过下官区区一个七品小县令 如何能审理四品的朝官 况且这两岸同止一事 坚持连包老夫人杀人遗憾 这下官也 好了 诺诺所说 高大人 看来此事 只好移回京师病案审理 大人 展望卫怎么说 迟了一步 迟了一步 造娘她杀了人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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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像话吗 我敬她一指 她吃我一仗 靠我这包老夫人 好啊 嗷得狠呢 老爷 我请她劝她们鬼了 她竟然自作主张让她们败了堂 老公是有名堂堂的尖鱼尺的女儿 竟然在外地草草率率的跟一个门不张无对的求女人成了亲 她把我这个作业的摆在哪 其酒此理 小姐 小姐她嫁人了 大嫂子 好歹高峰赶到 阻止她们的圆房 这广婚事岂能当真 那这不该怎么办呢 怎么办 别以为她是包枕的嫂子 我就不敢动她 这会儿我照儿看看包枕怎么救她 救她 她怎么了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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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府包大人求见 关键 说我不在 是 来 等等 让她来大心稍候 是 大人放心 老夫人也是为了维护杜姑娘的亲谕 才会失手杀人 更何况杜大人 如今毕竟是希望此案速速审见 以免张扬 应当不会 包大人 杜大人 云业来返 唐突之处上其见远 无法无法 包大人请送 包大人来得正好 老夫正想过府一探 杜大人 杜大人莫非也是为少娘之事 包大人已经知道了 老夫教子无方 小女竟做出如此一笑大方之事 真是惭愧 好在遇到的是包老夫人 久闻老夫人行礼端正 深明大义 小女得以 亲如宜行得风 将来必然有所领悟才是 若非公务繁琐 老夫早两日就该登门办谢 少娘向来确实热心度人 只是 又是难免操之过急 有些事非急不可 小女离家已近几月 老夫日日祈求 包老夫人能将她早日劝回 以免犯下无可挽回之错 如此说来 杜大人尚不知 嫂娘已为恋爱犯下杀人罪行 有这等事 只因嫂娘同情恋爱及唐绍军 包大人此言诧矣 我大宋立国守重礼教 唐绍军又拐少女迁逃 乃背离犯法之行 又何值得同情之处 倒不知包老夫人同情之余又如何了 杜大人 礼教亦是以人情人性为本 两情相悦 静而起来日久天长 长相厮守亦是人之长起 因此嫂娘做主 让令爱与唐绍军拜堂成亲 真有此事 真有此理 包大人 若说令嫂不明原有也就罢了 但老夫曾托人稍聚意涵 详素智情经过 令嫂如何可以自作主张 儿女成婚竟然不令老夫得知 这难道也是人之常行 杜大人息怒 此事没有什么可谈 无论他杀得赤神 相信包大人将来立法公正 竟然会秉公处理 让他来的开封老夫还要造成一条重容私情之罪 老玉 送车 他已不可谈 他已不可谈 一张丫护不再一封无论 看来杜大人早知此事 只是不让大人有商量的弥地 客官大人 您要喝点什么茶 先来喝清茶 马上到 阿文 等帮你报了仇 我只要你回家安照 你放心 义母 您先喝点茶 好 告公 今日傍晚 咱们就可以进开封府城 老神既然杀了人 不管原因为何 终究是一度 我恨遗憾 我恨遗憾 不过 若不是因为高公子 起了非分之想 也不会造成这点遗憾 老神有句话想劝高公子 高公子在朝为官 若因此事受审 对前程 必有疑想 如今少君和新娘 民愤既定 高公子何不就此罢神啊 只要高公子答应 不再骚扰他二人 老神会叫少君彻回宿 我让高公子安心做官 哼 你妄想 大人答应我 一定要让你掉脑袋不可 你妄想要干什么 你妄想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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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的是他 不是我们 我们走 哦 到了太队 有宅昭跟包枕照顾 你们就别担心了 先回家求度大了 还要知道 是否 上路吧 呦 山上 母亲 娘 娘 一母 不然 怎么样 到底是人老吗 我背你 不用了 我资格可以 高峰 他逃了 不是逃 是找一步回去报序的 去看看小姐的房间收拾好了没有 厨房里是不是准备了小姐 爱吃的菜色 是 哦 等等 先烧好热水 怕长途跋涉一定是累坏了 知道了 高大 出了什么事 你呢 杜姑娘你站着走一些 帮我用起刀 你呢 你们这脸色怎么那么难看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恩师 学生 一切 遵照您的交代行事 不料包老夫人一一种 还会终成大处 所以就怕 一片身体 再也无法挽回姑娘眷顾的事 把经过说清楚 一切由我做中 是 怎会延宕至此时 仍未抵达 来了 快 快看着下来 少娘 包枕 我们是难得见张一回 一见面又有事了 少娘你放心 包枕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我知道 咱们进府里再说吧 娘 姨母 还是让我来逮你吧 你已经累了一路了 少娘你受伤了 带包枕挺你屁吗 走 娘 你看 你也来了 我 gjort了 你 爹 你来 上下 爹 你 杜大人 少君及新女夫妻 同时向您请罪 爹 不要在这丢人现眼 爹 杜大人 请听少君解释 住靠 当雨流落街头 仅靠贩卖字画苦口的时候 是谁省事 严并回府代仪上宾 是谁对我说的自有父母双亡 未有道杜府放之家为何物 谁说了 此恩此情 他日定当图报 这就是你报恩的办法 唐少君 你读圣贤书所觉何事 满口的仁义道德 却做出挂连坚持之事 你还想解释什么 杜大人 少君行事会有欠周相 但从未有伤人之心 伤人 就凭你个小小的举人能伤得了我 你还不将他举押起来 杜大人 凡夫一位见他犯罪 二位接获壮子 有何理由积压他 好个包枕 那你明日就等着老父的壮职吧 走 杜大人 杜大人 出家从夫 你如今无权将他强行带走 老父仍在 未曾出面主婚 这婚礼岂能当真 这婚礼岂能当真 你等着坐牢吧 杜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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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大人杜大人 却为何又不出身呢 你没瞧见杜仲恒气臣那个家 你出身一定更糟啊 先让两个孩子去求他吧 也许他见他二人一片诚心 做回心转意 到底拜过了他 他也是莫可耐心 忠不成让他改嫁吧 爹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我已经跟孝君摆不逃了 爹 爹 爹你开门啊爹 女儿已经是唐家的人了 这辈子只认定孝君一个没有用的 爹 你就成全我们了爹 娘 救救我 你为什么要死的那么早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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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宁愿你恨我 也不要看你一辈子吃苦 不会一辈子的爹 少君他是个上进的人 真的 爹 孩子 你把人生想得太容易了 不是 爹 少君他会努力 他要参加明年的大考 你不是说过吗 只可惜他无心功名 否则他一定会夺魁的 爹 少君说他不会让您失望的 爹 爹 你有没有再听啊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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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外面什么事 唐少君在外面要求见老爷 老爷 要不要我赶他走 让他进来 是 唐少君叩见杜大人 杜大人 是少君不好 不该在情节之下带走星宇 可是即便是未得您的允许 如今少君和星宇已经拜堂成婚 福气名分已定 岂能说分就分呢 不能吗 若是大人坚持 大人可以 但是您可曾想过 星宇将会如何 星宇外柔内高 若大人强要将我两人拆散 只怕他 你在威胁我 少君不敢 但少君身为人夫 若未能照顾妻子 以致有所闪失 少君 你将以死相随 起来吧 杜大人 你当真那么喜欢星宇 当真能为他死 是 既然你们已经拜过堂了 我也就无话可说呀 可是 你义母的案件未接 心语又憔悴不堪 总不是成亲的时机呀 我想 是不是等你义母的事 有了结果 心语又养足了精神再说 您的意思 您是说 我气的是你们自作主张草帅成婚 我祝母横的女儿嫁人 总得要风风光光的办一场 是不是 这段日子 这段日子刚好让府你好好准备一下 多谢大人成全 少君这辈子会好好善待星宇 我看你也无处其身 我看你也无处其身 不如暂且驻回东湘王 大人既要补行一次大礼 少君再住此处 是否有所不便 你二人拜堂之事亲也不知 府内容易引起非常流短 不如少君另寻住处 哪倒不必 我看这样 闭着点就好了 你住在东湘房在艳客成亲以前 先不要和新女见面 少君明白了 少君一切听明大人吩咐 那少君是否能先回开封府探视义母 好让他老人家安心 应该的 还有 演成了亲家就看我的面 撤回高峰的状 这事说开了也是有此心以颜面 好 不过大人是否亦能与高峰相商 对于义母无心之失卓语通融 我会找他好好谈 谢大人 少君告辞 特少君你好大胆的 放开他 放手 老爷 到东湘房 把谭公子原先住的房间整理好 是 恩师 我 从你第一次见到新女我就知道你喜欢他 我也一直希望有你这么一个称呼快行 只是 如今新女已经和唐少君拜过他了 但是他们还没有原访 可是新女直言他喜欢的是唐少君 唐少君能给他什么 恩师 是 所谓今诚所知 今世未开 学生相信 若是杜姑娘肯尾声下家 终会为学生的诚意所改动 李当真有这份耐心啊 是 好 那你就好好准备做你的新郎官吧 李当真好 老爷公孙先生每日会为你换药的 不会有事的 这会儿休养的时间多得很 好得快 我会再让人多拿条被子 夜里会冷的 行了 什么时候学的婆婆妈妈的 扫娘 大人 如果没有其他的事 学生先行告对 扫娘 抱着不孝 才会害你如此受苦 你说这什么话 起来吧 坐 当日包枕将包面定罪流逝 却又未能待为闪尽 奉养照顾之责 以至扫娘今日遭受牢狱之灾 我 不干你的事啊 是我自己住不惯开封 至于免儿 如果我教导得好 又何至于犯法判刑呢 倒是如今 我也吃上了官员 教导得难了 以扫娘所见 高丰其行可助 扫娘杀人处于自卫和罪之有 保证身为扫法之人 不会令莫须有之罪状 嫁在扫娘身上 话呀 话虽如此 可是高丰此人 阴沉狡诈 他不会散发甘休的 再说 谁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李温在恶也罪不自私 我当时真是失去了理性 顾不得轻重 扫娘 好了 咱们难得见上一面 别惊提那些上妻的事 那 让我好好地瞧瞧你 怎样右手啊 是扫娘担心 才会每次见面 都觉得包子瘦了 是啊 想到你每日里 那么多繁琐的事 是叫人担心 姨母 少君 快进来 少君见过包大人 把包子瘦了 是 我必须把包子瘦了 一口 是 我必须把包子瘦了 一口 我就知道爹是疼我的,是不是? 可是,他为什么不放我出去? 老爷说,惹出那么大的事来, 要你在房里好好想一想, 大宴之前,不可见唐公子。 好吧,只要爹肯定, 我什么都答应你。 是啊,你瞧瞧,我这不是带着裁缝, 帮你量量身材,做件嫁鸡上。 老爷还说,要你选几件好料子呢? 我们拜过堂了。 那怎么成呢?又不是老爷主婚的。 也对啊,好吧,那就量吧。 好,不过堂了。 如此听来,我也可以放心了, 你早点回去好好歇着, 如今尘埃落定, 你可以安心的准备大考了。 是,另外杜大人也会请高峰, 通融异母失丑勿杀之事, 我想,当不会有爱了。 少局,能够如此当然是最好, 这件事你就不要再插手了。 若因此事连累了你跟杜姑娘, 那我一切的努力就付诸东流了。 你听义伯的话,回去好好地守在杜府。 如果真的有什么需要你帮助的, 我会让包枕通知你的。 可是。 回去吧,我还有话跟包枕说呢。 包袋,少君告退。 去吧。 扫娘,你以为。 你也觉得不对,是不是啊? 你帮我走一趟杜府。 扫娘。 说吧,难道你有所顾忌? 此事终是杜家家务, 扫娘是一片好心, 但杜大人身为人妇, 不会不为自己女儿着想。 她折高峰而弃唐少君, 必有其考量之处。 考量什么? 还不就是贤贫爱妇? 扫娘。 唉,好了。 我知道你的想法, 可是当初事出余为, 我是急着救人。 等真正的认识了那两个孩子 和高峰之后, 我知道高峰真不是个东西。 我怎么忍心看着两个 还是受他的欺负? 如今事情到了这一步田地, 能放手吗? 你也别想这么多了。 以我这把年纪啊, 是早就豁出去了。 小娘千万不能如此想 好了别再多说了 你倒是给我一句话 帮是不帮 出声哪 帮 人类共闻永无休 爱恨绵绵多繁荣 画画世界一眼从族 俗世红尘看破心中 情中相思为水球 万种柔情为水流 你强颜欢笑泪不倾盘 云阳梦苦醉断人长 我的爱在风中追 你的情在云里飞 为水痴狂情独中 苦苦纠缠上心痛 我的爱在风中追 你的情在云里飞 如风吹行一场梦 望随风飘一场空 我的爱在风中追 你的情在云里飞 为水痴狂情独中 苦苦纠缠上心痛 我的爱在风中追 我的爱在风中追 你的情在云里飞 如风吹行一场梦 梦飞风飘一场空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